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辛苦了 于素 今天不赶紧值班啊 在这儿干嘛呢 有烟吗 这儿不让抽烟 我们要是早有这些陷阱设备 我们那帮好兄弟也不会操心劳累 过早地离开我们 别想了 早点休息吧 不 我不困 我就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 明天还要上班 去睡一会儿 来 搬到这个新监狱之后 犯人有什么感想 报告警官我们都很高兴的 现在的监设又有厕所又能洗澡 跟宾馆一样 我们都很高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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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要去做琥玉 来 怎么样 有信心吗 现在好像脑子不行了 看了记住了 回头一想都忘了 小学长 我怕我考不过 不用担心 担心也没有用 我告诉你啊 我考大学的时候 跟你的想法一样 觉得好的内容啊 都记不住 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放宽心 能记多少记多少 关键是不能有压力 到考试的时候 先做自己记得住的内容 剩下的时间 才琢磨那些记不住的 退一万步说 咱要是考不上 明年再考怕什么 好了 睡觉了 好 缺少睡眠 会影响学习效果的 嗯 小学长 来你走 去吧 好 时间不多了啊 还有最后半个小时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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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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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吃东西吧 好 此时的王牧森 像是一只失去了羽毛的鸟 像一条被打到岸上的鱼 萧凡很联系王牧森的处境 多么希望王牧森能回到他们的身边 一起感受着岁月的快乐 太好了 走过试试吧 试一试 来 听我的口令啊 三 二 一 开始 有国家发改委投资了八千万 希望广大服刑人员珍惜政府和人民 提供的良好的改造环境 努力完成 转化 早日回归社会 由犯人变成自然人 早日的和自己的家人 亲人团聚 太棒了 怎么样 快没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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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葵的儿子 怎么跑了呢 啥 姜葵的儿子离家出走了 你看 写这个信的时候 已经跑了四天了 等这信到这儿 至少也已十天了吧 儿子可是姜葵的命根子 要是让他知道了 肯定控制不了秦雪 把这信扣着 不能让姜葵看 要不先跟小小长汇报一下 好 小许长 妈 我问你 老婆 姜葵的儿子离家出走了 是她大白写信说的 行行行 好的 她马上过来 怎么回事 你看小许长 展克 把姜葵招了 来 有没有她大白的电话 追路 喂 找谁 你是姜葵的嫂子吧 你是 我是她所在监区的监区长 我叫萧凡 我想问一下 东东回来没有 没有 报警了吗 那当然了 出走第二天就报了 她有可能去哪儿 她可能去找姜葵了 你确定吗 我们找到学校 问同学了 同学说她想找她爸 那你们 往来的路上找过没有 大老远的 我们又没车 上哪儿找去 你寄我一个电话 如果孩子回来了 你马上告诉我 行 你说吧 一三四个九 三六三二二 好吧 好 谢谢啊 她这个嫂子 不算是现实 我一听见她的声音 我就知道她不是好东西 小许长 姜葵带来了 不够 走 姜葵 首先把心放平 不管我说什么 你都不要冲动 我儿子怎么了 我嫂子把我儿子怎么了 她离家出走 说是要来找你 现在不是追究你嫂子的时候 咱们首先要做的 是要找到东东 你有她的照片吗 我先去找找 谢谢你小 小许长谢谢你 我有 我这去拿 拜托了 我这去哪儿 这荒芜人烟的 这上哪儿找我啊 你要是东东 你会怎么找过来的 东东东 东东今天应该有十岁了吧 对 十岁的孩子上小学 这也说不准 不知道这孩子聪明不聪明 挺聪明一个孩子 我看过她给她爸写的信 挺懂事的 要是江辉嫂子真是这样的话 肯定不会给孩子钱 孩子又小又不懂事 这肯定是走一路 搭一路车 你想想 这信都寄到咱们监狱十天了 人到现在还没来 她肯定是走着来的 我不这么想 一个聪明的孩子 怎么也会想到 走这么远的路需要钱 她想对她又不好 她肯定 早就计划得存钱了 看看 拿我手机给她家打个电话 她走之前 家里边有没有少钱 喂 哎 你好 我是库下西监狱的干警 我告诉你们报官了吧 一会儿你打一会儿她打 你们监狱管怎么都干啥 不是 我们是为孩 喂 喂 怎么 挂了 都像他们这样的话 孩子能不跑吗 来 给我 喂 喂 是大智吗 啊 我是小凡 总见不着你 咱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麻烦你件事啊 帮我给所有监狱打个电话 问问有没有个孩子 找过去了 这么多监狱 挨个咋呀 你真坑人 谢谢你了 等等 你知不知道 赫如结婚了 我不知道 结婚都不告诉你 就上个星期日办的 南方家真有钱 二十辆奔驰来接 把康宁大道都给堵了 行了 我这边特别着急 你查到给我打电话 行 谢谢了 先生 你这是啥意思 咱们全省那么多监狱 交通又不好 这孩子聪明 身上也有钱 十多天都不到的话 那肯定是找错监狱了 你呀真是个当行警的料 真服了你了 走了 这小孩儿 到这儿来已经两天了 早不知爸爸害怕 我们也正在查 他爸爸的身份 你们倒早来了 给你们添麻烦了 梁克儿 咱们还是连夜走吧 急事 你酒量大 一段时间都没见你了 喝一杯再走吧 下次吧 回去好多事呢 必须得回去 那好 过一段时间我们 到你那儿去学习 行 到时候我请你 行 就这么定 我不回家 没人带你回去 这个叔叔带你去找你爸 这小子挺机灵的 你是谁 我呀 是你爸爸所在监区的监区长 咋了 我不去 为啥 监区长没你这么年轻 至少也像我爸那么大 人小鬼大 你能证明你的身份吗 查我呀 行 行 警官这没有防伪标志吗 现在小孩怎么比大人还老道啊 你真是我爸兼区的 信不信 展克儿 咱们走 好 我们走了 走了 叔叔 等一下 喂 谁 谁呀 说话 宇苏普啊 我小凡 东东找到了 跟姜葵说一声 叫他不用担心了 好 我知道了 好 就这样 你小子可真够逃的 等回去以后 把你跟犯人关在一起 你这是侵犯人群啊 你倒啥都懂啊 我爸犯了法以后 我看了好多法律的书 你闷不了我 东东 你跟你爸写信书 你省老欺负你吧 是吗 跟叔叔说说 叔叔批评他 不用你管 爸会揍他们的 你个傻小子 还想让你爸犯法呀 你的家当都在哪儿了 干啥啊 给我看看 不给 给我看看 我不给 怎么了 你这咋弄的 是你婶干的吧 你不是懂法律吗 他拿烟头烫你 你都不告他 东东 小子 姜小子 你猜是什么呢 我要告他 就没人养我了 好了 没事吧 不要告诉你爸 听见没有 听见 接下来 没人回答你 好了 咱们到了 东东 明天把这个药是消炎的 明天还好吃 来 放到书包里边 好了 好了 我要见我爸 先睡觉 明天再见 不行 我现在就要这样 你爸爸 就在这里边 那咱进去吧 我要见我爸 这地方 不是你说进就能进的 明天我会请你和你爸吃顿饭 到时候就能见面了 我不 我都到这里为啥不能见 你骗人 学校有学校的规定 监狱有监狱的规定 明白吗 你是监区长 监区长也不能坏了规定啊 爸爸 这个臭小子 不能叫 走 我不是那时候见 打你屁股了啊 我想那时候见 听话 走开 这个臭小子 你再不听话 不带你去见你爸了 不 我就要见我爸 你 操什么操 再操了 打打你屁股 这个叔叔特别厉害 去年有个小孩不听话 被他扔到下水道里边去了 你不害怕 我 我不闹了 来 学校 臭小子 自己干啥 闭眼啊 累死我了 听说你把江凯这儿子 带到这儿来 我过来看看 这孩子住这儿合适吗 凑合一下吧 你不是该值班吗 跑这儿来干嘛 回去吧 那好 我走了 来 谢谢了 来 谢谢了 吃肉 你也吃 我的男子汉多吃点长得棒棒的 这小子还真不简单 这么远的路居然还敢找过来 卷毛给我的早点钱我都存下了 我姐是她学习不好怕我靠她平时总给我钱 卷毛就是她的大事 我在心里看过了 来 吃点菜 江葵 吃完这顿饭 我就要把她送走了 我不走 你不走你住哪儿啊 我要跟我爸住在一起 儿子 儿子 你是男子汉 最棒的 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你一定要坚持到爸爸回去 对 我不走 别哄闹 来 叔叔跟你说 叔叔带你回去啊 才跟你婶好好说一下 你跟他道个歉啊 就没事了 我不走 你把我送回去我还会回来的 你这孩子 你想让我揍你咋的 你揍我我也不走 你看 我不走 姐夫儿她那天天出我 我打不够打 我林总不是我妈大事狗 她说你滚妈 跟你妈一起坐牢 我说你求求我 你我也不会再回来 小区长 杀一点说 都远八卦呀 王伯仙 御师傅 你今天咋来这么早啊 什么 伟姐 现在条件好了 反而有个地方 宣泄自己的情绪 以前啊想都不敢想 看这儿 我觉得这儿不错 是 是吧 御师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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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儿不错 挺好的 可老高就喜欢到那儿去打沙袋 你说逗不错 御师傅 御师傅 您那个定校中心 首播主持人 您怎么安排呢 我觉得还是你最合适 我哪忙得过来啊 这段时间 一直准备电台开播的稿子 都快把我忙疯了 汉语电视节目 我想让二份来做 维宇节目呢 让米娜 电视节目首播的主持人 让我再想想 行 我现在担心的 市民电教中心 技术人才的问题 现在梁克还在 梁克走了呢 可以从犯人里边去挑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趁梁克没走啊 教教他们 待待他们 对对对 行 咱们走吧 走吧 大龙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家 接孩子家 一到这点就到接孩子 让他坐搬车吧 还不放心 还得弄个车 真是烦死人了 也是啊 这个点接孩子 都从咱们任务了 老实这样也不是办法 天天给领导请假 要是建议有趟车 一口二接孩子 那可省心多了 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 我都走了 来 十刀剪子不 怎么样 别玩了啊 你这个没出去 看啥呢 我还给你写错了吗 我你全是你输了吗你 来 十通 帮不散 你不上班啊 就是呀 你不好好的开你大门 你跑过来干啥来了你啊 我今天我不值班 你就不能叫我休息一天 你想憋死我是咋的 你们啥意思 你们真是干啥呀 知道不知道 把哈餐厅在我们这儿 找了个地方 他们要把餐厅搬过来 这新店开张 我们也得去碰碰场对不对 这不是跟他玩的吗 我都快输了 不让你们打牌 你们就变相赌博了 这也叫赌博呀 让他请客他老记账 我这次让他输得何请何礼 心服苦服 是不是 萧局长说得对啊 现在是上班时间 你在干啥呢你 你作为一个老干警 你一点组织性 距离性都没有啊 你还想进步步了 快把那只收下来 你这小子想来账你啊 我不玩了 不跟你玩了 上海揍你了 我跟你说点正事 你别 你说吧 最近呢 我一直在大门口呆着 没事呢 就跟那些干警啊聊天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干警现在最难的事 就是孩子上学的事 也是啊 你说咱们都这个岁数了 不就活孩子吗 咱们苦一点累一点 我觉得都无所谓 但是咱不能叫孩子再苦啊 嘿嘿嘿 让你说你就挑一件药性的说啥 你破破妈妈的 烦烦人家 哎呀 哎 那个前面村子里 不有个大巴车吗 哎 没有阴阴证 非法拉克 我最近啊 看那辆车一直在冲口停着没动 我想这是咋回事呢 我就去问去了 你们猜怎么着 现在啊 抓黑车抓得紧 他不敢上路 他就想把车给卖了 哎 欧姆村 你想买这个车的吗 哎呀 你听我说完好不好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车啊 车况还行 但是卖不了什么钱 不如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呀 叫我们监狱给你出个证明 给你办个营营证 这不就一举两得吗 你呀 专门接我们监狱的孩子 在县城里上学的 周五 你给他接过来 周日下午再给送回去 这不多好啊 哎 秃子一听 特别高兴 他说这是好事啊 反正车闲着也是闲着 我就琢磨了 前两天报纸不是登了吗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咱们为了孩子们的美好明天 我想提个倡议 就是叫全监狱的干警 都要为孩子们做点事 咱们苦了谁 也别苦了孩子们嘛 王哥 你确实办了件好事啊 哎 王沐生 你太聪明了你啊 出小子 走快点 干吗呢 他长啥样 比玉素普叔叔厉害吗 所以啊 你得听话 到时候被赶出来 我可不管啊 第一次去别人家 是不是得买点啥 你倒啥都懂啊 里多人不怪嘛 你有多少钱 我还剩二十六块七毛四 行 我知道买什么了 来 好了 到了 你可真会选师傅 我这刚炒了菜你就来吃显成了 都是你惹的 弄得我跟明灵俩现在翻过来了 我成家庭嘱咐 进来吧 哥 叔叔好 叔叔好 你好 这从哪儿冒出个小玩意儿来 下一回给你杀来的 说啥呢 小松 蹭饭去 说清楚啊 你们俩这干吗呢 打结啊 叔小子 怎么回事这事 这是江葵的儿子 我们过来蹭饭来吧 江葵把这小玩意儿过去给你了 郑重声明 我不是玩意儿 你不是玩意儿 不是 他自己过来的 叔叔 这是送给你的 他这是送我酒 你挺会来事的 他交给你的吧 知道我这儿正没酒呢 去 拿点东西 跟我来一块儿喝 咱俩喝一点 告诉叔叔 你多大了 九岁半 上几年紧 三年紧 学习怎么样 还可以 什么叫还可以啊 还可以就是还可以啊 嘿嘿 挺会说话 来 喝一点 不行了吧 我告诉你啊 你肖叔叔下你这么大的时候 就我叫他喝酒了 你知道他现在喝多少 一顿能喝两瓶半呢 在我们监狱啊 那可是这个 知道什么意思吗 用你们的画家就叫酷 嘿嘿 哥 你这菜炒得太咸了 嫌不好吃啊 不好吃别吃啊 还怨着我了 就这我还问梅林呢 问他怎么做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 盐少许 少许是多少 少许是多少 你告诉我 嘿嘿 你就不是炒菜的人 我会做菜 我会做菜 你胎猫没退 你还挺会吹牛的 你会做啥 你想吃啥 乖乖 你口气不小啊 你别不信 你想吃啥 我做给你看 嘿嘿 行啊 南柯 小学长 王沐森这回啊 可成大明星了 可不是吗 我刚从艾建那儿来 带来个好消息 啥好消息 艾建说啊 以后接送孩子的车费 由监狱解决 不用干减自己负担 太好了 语苏夫呢 语苏夫 笑啥 刚让高科长教授 说是有什么新发现 新发现 小凡 你正好在这 走 跟我去看看 看啥 走 哎 慢点 哎哎哎 停了 这范里最近是干嘛 你来的 这还不是无法无天吗 这些人啊 哪不回事 不当把子打的吗 啊 哈哈哈哈 哎 你们学校长长啊 这到底是哪个犯人干的 我要查出来 把废罚打好知不知根 呵呵 我觉得没什么 别人打的是杀的 也没打你 你凭啥知人家 对呀 人家又没打我呀 你没看见吗 这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这不是打我打谁的呢 啊 李苏夫 这是犯人的宣泄史 你让人发泄发泄都不成 这宣泄史拿来干嘛呀 哈哈 老豫帮子 忍栽吧 哎 人家上面的不写我的名字 不写他的名字 不写梁克的名字吗 你自己检讨检讨 不过你在这上面写着 我打得也挺简气 来两个 来来来 不 哎 李师傅 我给你拔着 好 别撒撒气 来 来啊 打 打 打 行了吧 啊 哈哈哈哈 真是简气 这孩子 不不不不 感情 哎呀 哎呦 哎呦 你尝尝 你尝尝 好 我来尝尝 咋呀 我的妈呀 她能把这菜做得这么好吃 我会尝尝 嗯 还有一碗套你们谁去端一下 谢谢 呵呵呵 我去 呵呵呵 你怎么做呢 我从冰箱里翻出几根辣椒 呃 几根油白菜 一个西红柿 一三个鸡蛋 还有垃圾桶里的半根莴笋 行啊 哈哈哈哈 没给我浪费吧 没浪费 我全都用上了 这回你们该醒了吧 醒 醒 我太醒了 啥也别说了 我去买酒 赶快去赶快去 哎 来 一块吃 嗯 嗯 好吃 来 走 哥 你觉得这孩子 咋样 妹娘的孩子 早当家呀 你跟他一块儿过 咋样 臭小子 你刚一进门我就知道你心里憋什么想法了 你还没说 见那孩子头一面我就挺喜欢的 像你一小手 胖瘦都差不多 不过这孩子啊 可比你活过得多 还记得 你爸刚牺牲那会儿 你小眼神生的 你小眼神生的 看什么都害怕 你妈不在了 你爸也牺牲了 就剩你一个 我是个粗人 其实 我并不喜欢孩子 可是没办法 我得把你养大呀 好在你听懂事儿的 还真没跟我找什么麻烦 现在你也成财了 不管有多大出息 也算是我老高对你爸的一个交代吧 你就是我爸 你就是我爸 别这么叫 我还没那么老呢 你还是叫我叫大哥吧 说实话 你要管我叫爸 我还浑身真不自在 东东这孩子 挺聪明的 要是给耽误了就可惜了 江辉出席之前 就在我这儿待着吧 这小家伙啊 是我喜欢 这小家伙啊 现在处理了 我们说 我们说 把我们刺开机会 好 你 准备快 我们公司 要用一下 你说我们的 啊 没关系 我说我操哪儿呢 来 来 走 走 同志 问你个人 这个叫郑秀娟的 你知道住在哪儿吗 不知道 听说她就在这一趟住 我们找不到啊 好像 那你到那边问一下 好 谢谢你啊 没事 好好好 好了 这边去一下 她刚才说红门 是不是这边 是不是 应该是这儿 有人吗 你好 你是曾秀娟吧 嗯 终于找到了 我是苦牙咸鱼的 你丈夫在我们那儿关着 我跟她没关系了 你不要这样 你把话说清楚 我跟她没关系 你听我说 我是第一次给凡人家访 如果别人求我 我还不去呢 你不相信你们的 那管我什么事 跟我没关系 哎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 你要不把话说清楚 我是不会走的 不过现在的主治病 已经不是以前的主治病了 咱们不能用老眼光看他 我对不住你们啊 我对不住你们啊 你现在说着还有什么用 你知道不知道这几年 我母你俩怎么过的 我同化课已经过了 哎呦 太棒了 唐木森说了 你们要是能考上大学 他就要摆个打打的桌子 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牵上去 我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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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杀掉了 我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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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